那太陽化權表現什麼 如果說你在命攻、夫妻攻 而你是男生 然後你現在正在劈腿 那你就要小心 你可能會被抓到 啊對對對 這個月會看到很多政壇上女人的鬥爭 而且是瘋婆子哦 因為天氣在花季 好大家好 賴講三月的月孕 我知道也等很久了對不對 我之前跟大家預告過了嘛 那個因為過年啊 所以我一月的我就不講了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直接去辦 我們那個整年度期數預測的影片 楊麗的四月九號呢 會正式的進入 英麗的三月 指揮初接班正式開班 我們是唯一有得到 勞動局人才培訓機構認證的教學機構 課程內容包含教學的方式 都是非常嚴謹有結構的 從基礎的原理 帶你呢 可以自己掌握指揮投訴 我們有完整的一個助教團 陪著你一起辦讀 陪著你一起做作業 陪著你一起做筆記 在美國的學生呢 因為有時差的關係 我們也會配美國的助教給你 所有上課的課程內容呢 我們影片都會保留 你都可以做課後的夫妻 並且呢 我們會組建一個討論群 有什麼問題呢 你也可以放在群裡面 老師也會回應 我們有完整的教材 對於命理有興趣的朋友 你希望很完整的呢 學會指揮投訴 甚至你已經開業很久了 別的民事 客人只要走進門 他大概就知道他要問什麼了 甚至連聖誠八字都不需要 這些高階的技巧 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通通都有 即將開課了 讓大家來報名 比較特別是到進入三月之後呢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說啊 你長期看我們影片就知道說 指揮抖數呢 它的月份 對應的呢 是陰力 但是實際上呢 我們使用的天干呢 對應的呢 其實是陽力 對於抖數來講啊 我們在那個 很短時間點裡面 你到底受月亮影響大 還是受太陽影響大 我們一定受太陽影響比較大 天干它是屬於太陽力的 所以說 往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時候我們會碰到 明明你看到陰力是什麼樣子 可是你卻會發現說 這一個月裡面呢 它不是一個天干 它是兩個天干 因為它那個排列組的關係 有些時候呢 這兩個天干呢 剛好各佔一個月份的一半 有些時候呢 各佔本來三分之一 然後三分之二 也有些時候呢 一個月份裡面呢 絕大多數呢 都是那個天干 今年的陰力三月來講呢 它從初一一直到二十七 全部都是霧干 它幾乎是整個月 都在受霧的四化影響 一直到二十七以後 它才會受到幾的影響 整個月份的主軸啊 都在霧上面 那霧的四化是什麼呢 貪狼化露 貪陰化圈 幼壁化科 而天積化祭 那什麼叫天積化祭呢 天積叫做思綠的星耀 我們想很多 然後我們希望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希望有很多很好的方式 結果造成我們內心反而空缺 這叫做聰明反被聰明 有沒有 我希望要更好 結果反而我更缺乏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解決 這樣的問題呢 我們是跟大家講嗎 露水祭走 你內心的空缺 都用化露去補它 我要怎麼去彌補說 我想要追求的更多 可是反而做的不好 應該要貪狼化露 貪狼叫做慾望之心 你要更加的讓自己有更多 可以去找尋更多機會 或者是認識更多人 或者是讓自己的視野更開闊 你就可以去解決掉 你自己可能因為自己閉門造居 或者自己可能因為自己去思考自己想 因為天積是孤嘛 他的那個孤來自於說 他會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啊 然後一直不斷的自己去想 反而去聰明反對聰明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要讓自己的視野更開闊 就可以去解決掉這個問題 這個是貪狼化露去補那個天積化劑 中間的全根科 表示什麼 貪因化全表示啊 貪因會叫做享樂 然後叫做家庭 然後叫做 然後一些女性的特質 希望要有穩固的狀況 這些事情才能夠穩住 讓你真正的能夠把這個欲望啊 用貪因來掌握 就表現什麼呢 我雖然呢要有很多很多的機會 蓬勃的發展我的欲望 才能夠去解決掉我自己內心那個 想不透的那個事情 或者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個化劑 但是呢 欲望太多是不是也不好 所以呢 我們應該用貪因來化全 也就是說 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呢 多重視家庭 多重視自己的內心 多重視自己讓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 比如說我多認識人 可是呢 我認識的群群狐群狗友 每天拖我出去玩的酒肉朋友 這種人認識來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用 太英的力量呢 來讓我們可以更穩定化全 掌控我們自己 右臂化科 在運線盤裡面可以視為是 女性啦 女性的友人啦 好的朋友啦 細心啦 當他化科呢 就表示說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會得到什麼樣的名聲 會得到女性友人的讚嘆 人家覺得我很細心 會得到周圍朋友的幫助 這樣子你就會得到那個化科 基本上次化在牛年 或是流月的時候 這種運線等級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角度去推測 這整個月的狀況會是什麼樣子 大家想一下 如果說呢 整個月份全世界的人都在天激化季 那天激星呢 它有可能放在幾個地方 會造成我們自己在行為上面呢 聰明反味聰明物 在命工會 佛德工會 精神狀況會想很多 財博工 理財會出錯誤 那個關如工 工作上面會想太多 簽一工 內心有很多很多自己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地方 夫妻工 感情上會想太多 關如工也會 天激星放在各工位 都會造成啊 我們在這個月的時候啊 我們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們會覺得應該要這樣比較好 但時期想錯了 那如果說 如果剛好就落在你的命工 簽一工 關如工 財博工 那直接跟自己有關係 佛德工也是 那就比較明確 你會覺得你自己 怎麼這個月份啊 在做什麼事情啊 都會發現說啊 好像我如果沒有想那麼多 就會比較好一點 在六清工位上面呢 就會變成我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你想想看 在這整個月份啊 都是如此的時候 勢必整體的環境就會受影響 在三月份的可想而知 會有各式各樣啊 從個人到組織到機構到這個股市 可能都會有一些 股市應該就會有太多的追高要掉下來啦 會有各種各種的混亂啊 等等的 貪囊化路來去補這個事情 比如說有人天氣化氣在夫妻公 你對你老婆的處理的方式啊 聰明粉被聰明誤 可是同時間你的天台公貪囊化路 這時候要幹怎麼辦 這時候就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好好把房事做好 在家裡面好好把老婆照顧好 讓他貪囊化路有沒有 給他各種各種 你說你的子女工也貪囊化路 那就更好了 這個時候用各種的方法 子女工的方法去伺候老婆 老婆應該都會覺得你很棒 所以他其實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解決你那個天氣化氣 那當然貪囊星呢 也在這個月份化路 所以呢這個月份其實也是 我們會鼓勵大家啊 你有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夢想 任何的欲望 都可以在這個時候去滿足你自己 都可以在這個時候去努力試試看 但是呢 也就表示說啊 在這個月份 我們會聽到更多更多 台灣在經濟或社會上面 會有更多的發展 因為欲望會爆棚嘛 也會看到 開始有一些鬥爭 也會看到呢 演藝圈呢 會有更多更多 有趣的消息出來 陶舍的新聞會出來 會爆開 那貪化權表示什麼 貪化權會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啊 如果說你在命公 夫妻公 而你是男生 然後你現在正在劈腿 那你就要小心 你可能會被抓到 但如果說你是剛好在財博公 或是在官路公 或在牽液公 等等呢 也就表示說這個月份呢 其實是你很好追求 另外一個人生方向的機會 我們講了嘛 我們用穩定的太陰化權 來去控制過頭的貪腦化路 所以呢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你有很多想法 很多慾望的時候呢 如果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可以去做了 不影響家庭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可以去做了 那這個是太陰化權 今年應該會很多人啊 會想要買房子 太陰化權的這個月份呢 如果剛好你的太陰是在 子女公、舔財公 那也很適合去試試看 那你如果要買房子的話 這個月去找找看 啊對對對 所以這個月會看到很多 政壇上女人的鬥爭 也會很精彩 而且是瘋婆子喔 因為天氣在花季 你覺得我為什麼這樣講 不是啊 十二張盤裡面有四張 都是太陰跟天氣放在一起的啊 所以至少三分之一的女人要發瘋 對不對 再來右臂化科 如果你的命公、夫妻公、官路公 謙怡公有右臂 剛好你正準備要偷吃 本月份過來一天 不要被人家抓到 因為右臂化科了 本身就被抓到了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這個右臂呢 是在你的命公、遷移、官路、財博這些 就表示說你在工作 或在這個月份裡面呢 你會很容易得到女性的幫助 或者是說你如果自己本身是女生 還是可以得到女性的幫助 然後你自己也會 在這個月份呢 你算是很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所以同樣的 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要看看你隔壁辦公桌那個 他剛好這個月份在右臂化科 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幫 叫他幫忙 雖然化科的幫忙 往往嘴上說說的比較多 可是呢 嘴上說說他願意支持你 總是比沒有好 對不對 那如果說呢 他是在六親公位 那你就表示說 在相對應裡面的官位裡面呢 要去跟你的 譬如說女性遊人 譬如說 你家中的跟你平輩的女生 要多往來 稱讚他 夫妻公那個 夫妻公那個不要聯絡 那會不會抓到 這個月份也要注意說 如果你的天際心是在 知律公天台公吉二公的 你要注意 騎車出門的時候 要小心若是騎車的 總體來講 這是一個 重視自己個人的月份 整個局勢上面呢 反而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快快樂樂的 然後過完這個三月份 迎接接下來四月份 整個幾月 文曲畫迹 那是一個讓我們呢 又有悲傷又有寂寞 又有情緒的翻腾 又有各種心情波折的月份 所以這個月我們先把自己過好 下個月份呢 來好好面對我們感情上的那些傷害 好 謝謝大家 再見